歡迎收看今天 用點心做點心 我是主持人瑋瑜 中秋節快到了 有哪一些應景的點心呢 其實我覺得中秋節不亞於過年 所吃的糕點的種類 非常的多 凡是鹹的啦 甜的啦 酥皮的啦 然後或者是一些油皮的啦 其實有非常多種類的變化 所以真的是學都學不完 當然用點心做點心 每年在中秋節的時候 也不會在這個重要節日缺席 我們都要教大家做一些應景的糕點 是讓大家可以在過節的時候 有一些可以應景的一個點心配著吃 到底今天要教大家做什麼呢 趕快來歡迎今天的點心老師 歡迎再次佳穎 大家好 我是佳穎 佳穎老師今天 今年中秋節要教我們做什麼點心 太陽餅 太陽餅 太陽餅是那個台中的名產 而且太陽餅中間的那個 其實我之前有看過那種 就是去採訪那個太陽餅的名店 好像老師附的太陽餅的秘訣 都不會輕易的外傳對不對 所以真的可以學得到 那其中的精髓嗎 可以可以可以 比例上面的不一樣而已 所以我們今天要教大家太陽餅 怎麼樣把它做的好吃對不對 中間最精髓的就是那個 一層一層一層的那個口感對不對 今天我們要教大家做的 其實就是那一個 在傳統的糕餅裡面 這種皮叫做什麼 這個叫油酥跟油皮 酥皮類 酥皮類的一個糕點 我把它學起來其實可以做很多種 芋頭酥 然後像是蛋黃酥 然後綠豆碰這些東西都一樣的 只要是我們拿起來吃的時候 它會有那個 我記得是不是就是 它上面會有那種薄薄 一片一片一層一層的 然後越吃越掉這樣子 這種就是那種油酥皮 然後去做出來的 這一種傳統糕點對不對 所以今天把這一個 做法學好了之後 其實可以變化的 出來的糕點就非常的多 趕快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要教大家做的 太陽餅 所要用到的材料有哪些囉 麥芽糖20公克 水5公克 看到材料之後我才發現 原來太陽餅內餡的材料 有這麼多 對 就是不是只有麥芽而已 它原來要混合這麼多種材料 為什麼呢 它其實每一個粉類 都有每一種的口感 像我們今天用到比較特別的 像是高窄粉的部分 這個是什麼 這高窄粉 什麼叫高窄粉 就是熟的糯米粉 吃起來會有點Q 對 所以它是要營造那個內餡 QQ的那個感覺嗎 所以它不是麥芽直接填進去 不是 就會有那個感覺 它是有很多的 是要經過一個比例調出來的 好 然後另外我們看到 這一個 它剛剛材料當中是寫奶油的 可是它跟我們一般做蛋糕 的奶油好像不太一樣 你可以用無水奶油 或者是無鹽奶油都可以 我今天是用無水奶油 所以它看起來好像有一點像是 那個美乃滋的那一種感覺 之地 這個是無水奶油 我用一般做蛋糕的奶油 也可以 都可以 等比例把它換過來就可以了 好 這個是比較特別的材料 我們把它挑出來跟大家介紹 其實其他的材料不會太困難 但是我們就要開始教大家 做這個太陽餅 到底有哪一些步驟拆解 第一個步驟我們要先做油皮的部分 就是先把這個是豬油 對 那如果你不吃豬油也沒關係 就是替換成奶油 無水奶油就可以了 我如果換成奶油 它就是素的嗎 對 就是你有吃淡奶素就可以吃 對 好 這豬油接著加入砂糖 砂糖 對 把它稍微拌一下 其實我們做這種的就是油酥油皮 其實都是做法都大同小異 像我們一般吃的月餅的那一種餅皮 那個又叫什麼餅 那個叫高薑皮 高薑皮 對 就是吃起來是那一種 比較像餅乾麵包之間的那種感覺 對 它沒有酥度的 廣式月餅比較常用的那一種 對 好 就是把油跟糖 然後接著加入粉 好 把它拌進來 稍微拌一下 接著加入水 把它全部倒進來 好 先用橡皮刮刀 把它稍微拌一下 接著手再下去揉它 這個做法跟之前有教我們做 芋頭酥和香菲酥的 那個油酥油皮的做法是一樣的 一樣的 對 所以我們今天做好的這個油酥油皮 其實它的那個比例也都是 大概是這樣子的比例 對 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你可以那個 餅皮的部分 油皮跟油酥可以多做一些 一次就可以大量的烤 所有的你要吃的各個口味 只是你買不同的內餡 或自己做不同的內餡 那一樣我們要把它稍微揉一下 大家可以上用點心做點心的 部落格來複習一下 之前我們曾經 每年中秋節 真的 我覺得不簡單 你看每年我們都沒有缺席 我們都會教大家做 然後每次都不一樣 對 你看中秋節 真的可以變化的好多 對 如果你覺得會有一點點黏的話 你再加一點點的粉 高筋麵粉 高筋麵粉 好 揉勻了之後 就可以放在旁邊鬆弛它 好 可以放在這裡好了 好 把它鬆弛 鬆弛個30分鐘是最好操作的 OK 接著要來做的是油酥的部分 對 其實很簡單 就是把低筋麵粉 低筋麵粉 跟豬油把它放下來 那一樣如果不喜歡豬油的味道的話 你也可以用無水奶油 你喜歡奶香的話 你就用無水奶油 這可以用奶油代替嗎 可以 可以用奶油代替 你用奶油的話 你可能粉的量 你就要增加一點點 它的水分不太一樣 對 好 把它拌勻成團狀就可以了 而且今天大家把這一個 就是油酥油皮的量學起來 對 然後其實你就可以上一下 我們的用點心做點心的部落格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 之前我們曾經有教大家做的 香菲酥 蛋黃酥 還有芋頭酥 對 然後你其實學起來之後 你一次的這個餅皮 像老師剛剛說的 你把它拌多一點 對 多做一些 對 你就可以變化好多種 買不同的餡料就可以 對 你其實今年中秋節的點心 幾乎就搞定了 對 而且好幾種 我算一下 很多 你看我們每年中秋節都不確實 都可以教大家做的好多種 對 好 油酥的部分也是拌好了之後 就先放在旁邊 接著要來做的是內餡的部分 內餡 所以油酥只要把它拌勻就好 拌勻就可以了 不用揉它 好 內餡很簡單 這個是糖粉 糖粉 對 這已經先過篩好的糖粉 好 我以為太陽餅裡面 大部分都是麥芽 結果不是 它大部分都是糖粉 都是麥芽的話它會流 會怕烤出來都是流的 所以麥芽的量 其實只有一點點而已 對 適當而已 然後接著這個是油脂的部分 奶油 奶油 對 好 然後加一點點的鹽巴 綜合它 因為我們看有那麼多的糖 那我們加一點鹽巴 可以綜合它的甜度 那這個油我用豬油可以嗎 也是可以 只是我覺得有一點奶香 也很好吃 好 這個時候 我們先把它稍微拌一下 攪拌一下 然後接著加入麥芽 這個是柴燒麥芽 特別香的 其實每一間的麥芽 就是太陽餅都有它特殊的香氣 它就是看你的麥芽的選擇 所以它的那個香氣的來源 是看取決於麥芽 選得好壞 對 這是特地去挑的 有點柴燒的味道 可以聞聞看 跟你一般吃的麥芽 就有一點就是 我們像是那個焦糖味的 那個焦香 它有柴燒的那個香味 然後接著我們加入的是 太白粉 然後高窄粉 高窄粉 好 沒想到它裡面加的材料 是這麼多 居然有這麼多的成分 然後加一點低筋麵粉 好 然後接著加入的是水的部分 這樣子 好 接著 那個麥芽 我需要把它先 把它融成液狀嗎 不用 我們其實等一下會用手下去揉它 對 那我們用手去揉它 可以成團就可以了 所以內餡也要成團 對 可以成團 這時候你覺得很乾的時候 你不用擔心 你就會覺得 那我趕快加水 其實是麥芽還沒有散 對 所以我們是用手的溫度 去讓麥芽散嗎 對 去讓麥芽可以散開來 對 好 那我一樣 我把它放在桌子上面 讓它操作 會比較好操作 好 好 稍微揉一下 所以你看 其實老師在做這種中式糕點 就是最好的器具就是刮板 跟熟 對不對 對 好 好 把它稍微揉 它其實會有一點像是 那個紙黏土的那個感覺 對 好 稍微揉一下 那如果覺得它真的還是太乾的話 這時候再加一點點的水分 這樣就可以了 好 先稍微讓它揉一下 好 就是慢慢其實要讓它的麥芽 都把它 其實你有攪拌機 讓它去攪是更好的 那如果沒有攪拌機的話 你就是用手溫讓它慢慢地融 讓麥芽可以結合在一塊 這樣就行了 好 這樣就可以 其實它可以沉這樣子一團 如果你喜歡再讓它 稀一點在裡面 再加一丁丁的水分 這樣子也可以 其實它可以沉團 這樣子基本上就可以了 我就可以先放在盆子裡面 好 接下來就要開始進行包的動作 對 包的動作 可是提醒大家烤箱先預熱 對 先預熱 好 今天預熱的溫度要在多少 180 190 上火180 上火190 對 好 所以下火其實有高個濕度左右 好 接著我們要來做油皮跟油酥 那記得我們要找一個磅秤 我們邀請小幫手幫我們拿一下磅秤 好 因為我們的油皮油酥 其實是要有一個比例的對不對 所以這邊我們要告訴大家 我們的比例是多少 我們的比例皮的部分是30公克 那其實基本上都是差不多 皮跟酥的比例是皮是2 然後酥是1 所以酥的比例大概是差不多15 對 好 那我做個3個好了 好 那這邊我幫老師抓油酥的部分 油皮 對 那尺寸大小你自己就可以調整 好 油酥的部分 那是多少 18 18 太多了 對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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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5 差不多這樣就可以了 那我們就把油皮打開來 就是攤開來 然後接著包入油酥 把它包起來 油皮包油酥 對 油皮包油酥 把它包起來 好 再來一個 好 再來油皮 好 好 這個也好了 好 包入油酥 把它包起來 那如果你覺得在包的時候會稍微黏手的話 沒關係 你就用一點點的高筋麵粉 去當它的熟粉 對 高筋麵粉 好 油酥 好 那我現在要來 餡的部分一個是 15公克 那我來分它 內餡的部分 好 所以內餡跟油皮 油酥都是15 只有油皮是30 對 15 15 好 15 22 好 好的 好 餡 好了 就要開始擀了 我要來擀捲了 好 好 桌面就是讓它盡量乾淨一點 來 壓下來 推開來 擀開來 捲起來 好 捲起來這樣就可以了 好 再來一個 如果它會黏的話 你就撒一點點的粉 油內往外推 油內往外推 然後這樣子捲起來 擀捲 好 好 就記得牛舌餅 然後再變成螺旋蝸牛 對 好 是這樣寄嗎 好 再來一個 我們示範三個 來 把它壓扁 然後油內往外推 油內往外推 然後捲起來 捲起來 然後接著把它壓下來 這邊推過來 這邊推過來 其實如果你要酥 很酥 就是層次很多的話 你就擀成跟那個擀麵棍一樣長 這樣也行 越長就越碎 對 只是說剛開始的話 怕你是不好操作 我們先從初階的來開始 好 那如果一般在家裡的話 其實做到這個階段 要讓它鬆弛的 鬆弛個20分鐘到30分鐘 是最好的 就比較好後續的一個操作 對 可是其實你在家裡面做 從第一個做到最後一個 差不多也是20分鐘了 所以你做完最後一個 第一個就已經鬆弛夠了 對 好 接著要把鬆弛過的油皮油酥 稍微擀開來一下下 你看它這個現場做 它還沒有鬆弛夠 就比較不好擀 它會有點回彈的感覺 對 好 接著加入這個是酥的部分 把它包起來 這個還有一個重點 你可以稍微讓它鬆弛一下下 然後你再來擀開來 會比較好擀 我們就是等一下再來擀它 這大概要鬆弛多久 鬆弛個差不多是30分鐘 會比較好 對 我們等一下還是讓它鬆弛一下 要不然它會擀的時候 會稍微有點破 所以我們還是讓它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來操作它 會比較好一些 好 我們把它包起來然後鬆弛它 我們等一下再來操作它 好 那我們這個 這個也把它包好 好 這個也把它包起來 好 好 把它包起來 那我們等一下再來操作它 好 把它包起來 那在等的同時 我們也先休息一下 進一段廣告 然後稍後回來 我們再教大家整個完成 太陽餅的步驟 還有來看看 之後烤好的太陽餅的成果如何 剛剛我們教大家已經完成了 最後包的步驟了對不對 對 然後還記不記得我們剛剛老師說 我們要鬆弛 我們要鬆弛等一下會比較好擀開 對 然後鬆弛完了之後 還有接下來的步驟 我們要怎麼完成它呢 其實鬆弛的時候 我們要蓋一個塑膠袋或是保鮮膜 它表面才不會乾掉 那我們這個已經鬆弛了之後 我們把它壓扁 壓扁 把它擀成圓狀的 由內往外推 你看現在就很好擀 就是要有太陽餅的那個形狀 對 圓圓的 對 那你可以擀大小 你就可以自己決定 好 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放 排到烤盤上 對 那我再來擀一下 油內往外推 不要太用力 不可以把麥芽線擠出來對不對 是 好 壓下來 油內往外推 那這樣子就圓圓的 好 然後老師這邊今天其實也帶來了 就是它做好的 也可以做像這樣子 迷你版的 好可愛 但是這樣子如果我要做這個 迷你版的 我大概比例怎麼抓 皮的話是10公克 油皮10 油酥是5 內餡的話是5 就是10 5 5 對 也是2比1比1這樣子 就是整個份量把它減少 對 這樣很可愛 一口酥 好可愛 而且一次就不會吃太多 對 那上面要弄個點 其實你可以用擀麵棍 然後去做一個點 沾一下 對 或者是你自己就有印章的話 你也可以蓋 蓋它 對 你看老師還就是幫我們刻了這個 印章 對 也有我名字的 把它蓋下去 對 這樣子 你就可以知道哪一個是哪一個做的 對 好 OK 這樣很漂亮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放烤箱 用180 190 差不多烤20分鐘左右 20分鐘 那我們要怎麼知道它熟了沒呢 其實你只要看到那個金黃色澤 其實裡面內餡的話 其實烤的時間也不用太長 差不多20分鐘 這樣就可以了 就是像上面這樣子 可是它其實因為我們是做的 它其實是麵皮的原色 對 比較白一點點 所以比較真的金黃的是在底下 對 對不對 香香酥酥的 我們怎麼樣判斷這種油酥油餅 你在烤出爐的時候 你摸它的皮是比較 有一點硬硬的 這樣就可以 你是說上面這邊嗎 對 比較硬 這邊有點硬 有一個硬殼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我要給大家看一下 它酥的程度 你看 它這樣子壓是 就破了 對 有沒有 它的酥的程度是 你壓下去它其實就會 那個殼 就中間就破了一個洞的感覺 對 有沒有 這個就是油酥油皮 它的一個非常大的特性 然後我們中間的那個太陽餅 你中間把它打開來 就切開來它的斷面 你看到的那個麥芽餡 它其實烤出來的效果 會是像這樣子 對 就會有一層麥芽的那個 QQ的感覺 然後你看我們上面 膨的那個膨度 這非常地成功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來試吃 但是今天太陽餅 到底有哪一些做法 還有哪一些材料跟步驟提醒 我們先帶大家 一起來做個總複習 太陽餅的材料有 油皮的部分 豬油80公克 細砂糖40公克 水80公克 中筋麵粉200公克 油酥的部分有 低筋麵粉128公克 豬油64公克 內餡的材料有 糖粉80公克 無鹽奶油20公克 鹽1公克 低筋麵粉40公克 太白粉6公克 高仔粉6公克 麥芽糖20公克 水5公克 做法 先將油酥還有油皮的材料 分別混合均勻成團 取30克的油皮 包入15克的油酥 擀捲兩次之後 鬆弛15分鐘 接著將所有內餡的材料 依序拌勻成麥芽線 分成每個15克 搓圓備用 將鬆弛好的油酥油皮 擀平成圓扁狀 包入麥芽線收口 用手壓扁 鬆拾30分鐘 再擀成直徑10公分的扁圓狀 表面點上食用紅色素 接著放入預熱好的烤箱 以上火180度 下火190度 烤約15到20分鐘即完成 老師像這樣子的太陽餅 我們要怎麼樣讓它可以 一直都像剛出乳魚的時候 那麼的好吃 保存方式有沒有什麼小巧巧 其實它放一段時間 它一定會 內餡跟皮的部分一定會平衡 所以餅皮它會吸收裡面的內餡 建議你如果你要一直很酥的話 你就是回烤一下 你要吃的時候回烤一下 它就會酥酥的 那我平常烤好的保存方式 是放室溫就可以了 放室溫然後你把它包起來 蜜蜂包起來 它其實就可以放 差不多一個禮拜 有一個禮拜的賞味期 因為我們是自己做的 沒有加那個 沒有加添加物 對 所以就是 有一個禮拜的賞味期 好 那這邊我要來嘗嘗看 小小的其實就 非常地好入口對不對 而且感覺不會吃太多的感覺 那皮好酥 而且我覺得底下 底更酥 就是它有接近烤盤的底的時候 底下的酥度非常地明顯 然後上面是一層一層的 你覺得那個一片一片的那個 層次感 層次非常地輕柔 然後你吃到裡面的麥芽餡的時候 是QQ的 對 有一個回彈的口感 而且不會太甜 不會 不會太甜 那其實泡牛奶也很好吃 對 今天我們的太陽餅大成功 自己在家裡一定要試試看 也希望大家在中秋節的時候 都可以吃到自己新手 手作的美味點心了 今天謝謝老師 也謝謝觀眾朋友 祝大家中秋節愉快 下禮拜見 Bye Bye